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这一期又回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袁腾飞话题 然后袁腾飞最近的视频啊 聊了一期那个假平凹的那个女儿假浅浅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说啊 老五你是不是又要骂这个袁腾飞 哎 我不骂 我挺赞同他说的话的 你没听错 他这一期的视频我挺赞同的 他说的内容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但是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袁腾飞招我讨厌 招人讨厌的原因 因为他很多事情他都懂 很多道理他都懂 可是呢 他就要夹带私货 包含他这一期视频里面也夹带私货 首先呢 袁腾飞这个视频里面呢 他讲了一下就是关于 那个袁腾飞的视频讲那个假浅浅啊 讲了一系列这个假浅浅 他的诗有多烂呢 如何如何 首先呢 我看到了假浅浅这个新闻 我呢并不是一个什么作家 诗人的 我是一外行 然后呢 我呢 没办法去评价这个假浅浅 然后写的诗的内容都好坏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毕竟啊 我不是一个同行业的人 然后我不懂 我不了解 所以说呢 我不说他到底好坏 但是呢 如果说啊 我有点闲钱 然后我要资助啊 这些诗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诗人一直以来都是靠卖诗为生的 靠卖诗带来的名和利为生的 从中国古代千年来都是如此 你要知道啊 这些诗或者说啊 小说啊 等等的 或者词啊 他都可以给这些诗人 词人 或者说小说家带来名和利的 如果说别人不买账 他也就带来不了名 同时也带来不了利 从中国古代都是如此 假浅浅这个诗 在我看来 反正是我是不会给他任何的利啊 我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名 我直接无视这个人就完事了 其实这就是你应该对诗人 或者对诗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你来评价他的诗的好坏 其实都完全没有意义了 这个东西的话 诗的好坏 你可以从古体诗 你可以从什么平平泽泽上来说 但是的话 你从现代诗角度来说的话 这玩意儿的话 你没有很难有很难有特殊的东西去评断 尤其是包含西方的现代艺术 也是如此 现代艺术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太多了 他都是一个作品 莫名其妙 一张白墙上面挂一个东西 告诉你这是现代艺术 背后有很深的思想 你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的话 他没感觉 也许有些人会去碰他 那你可能是资本的力量啊 资本捧了 他就有了名了 其实诗跟现代艺术也是同样的意思 有很多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大众的东西 所以说我不去评断他 但是我要有钱的话 我绝对不会去帮衬他 原因就是这个 我评价假想简直到此为止啊 然后刚才我说了啊 袁腾飞招人讨厌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了解 他什么都懂 可是他就要驾带私货 他懂什么 他那个视频里面讲了很多的大实话啊 讲的我自己都在心有戚戚焉啊 他讲了一下关于作协的一些事情啊 他说啊 那些作协里面的一些文人呢 他说这都是一群靠圈子存活的人 靠别人捧存活的人 我怎么太认同这话了 抱抱歉啊 抱歉啊 带了脏话了啊 但是的话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真的是太认同这话了 我认识某些做协的人 我也跟一些做协的一些作家打过交道 那个人品之低劣 那个人品之差 真的是 真的是让我真的是惊为天人 刚开始年轻的时候不了解 以为他们还是一帮文人呢 可能是有一帮先锋先锋道骨一样的人物 结果呢 真正一接触的时候 这就一帮垃圾 什么叫垃圾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曾经呢 某个网站做了一个活动 做了一个活动呢 是要送东西 跟一个商家合作做送东西 然后呢 这个商家呢 然后把整个宣传就做出去了 这个结果呢 基于这个商家里面的活动细则啊 就看起来就比如说用这个网站的某件啊 道具来换取真实的一些礼物 这个礼物呢 你说他值钱呢 也不值钱 不值钱呢 也值钱 其实不怎么值钱的一个东西啊 能送的东西都不值钱 不值钱呢 然后呢 大概一个人只能一个一个idea 一个人只能换取一个 可是呢 那位呢 在那位呢 某作写的啊 一个文人啊 就去了 然后拿着那个网站上的道具 啪啪换了一堆这种能够就是带能够换取的一个条件吧 换了一堆 然后去到那个商家那边去换 那个商家就告诉他 你这个不行 我们只有只能换一个 我这个文人就不干了 好像别人都欺负他了一样啊 您必须得给我换 我是谁谁 我是某作写的 我是谁谁 我干什么的 你们这样不对 我有多少你就得给我换多少 你这样换一个人换了几百样礼品 你不坑死这些商家吗 可是这个文人就不干了 某作写的这个作家他就不干了 从此我就知道这个人也是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以及圈子是什么样啊 而且我还知道多多少知道一些事情啊 作写里面 是如何推荐自己的一些认识的人呢 包含之前跟他做过一期关于聊那个作家陈兰的一个事情啊 作家陈兰就因为混到了作家这个圈子里面 他其实本身什么也不能写 文笔也就那么回事 结果呢 混到了作家的圈子里面 而且作家里面确实都像贾平凹那本书里面写的一样啊 大家都 特别喜欢风乳肥腾的那种 所以说这个陈兰呢 在某作家圈子里面是那么如鱼得水啊 如鱼得水 然后呢 这个这个袁腾飞呢 在视频里面还讲了一句大实话 我也特别赞同啊 就因为作家或者文人这个圈子里面都是靠互捧的 然后某些作家的得力啊 成名啊 这个我跟他某个观点也差不多 我对于近代的一些文文化上对文学类的一些作品啊 不管是小说啊 还是什么什么的我 真的是看不下去啊 我不是 我并不是特别爱看就是近代的一些小说等等等等 可能会有几本还不错啊 不能说全部都不好 但是的话 大部分都不行 尤其是伤痕文学那些年就90年代左右啊 伤痕文学那些年里面简直就没法看了啊 除了黄色片段没别的了 然后呢 这个袁腾飞说啊 这些作家呢 成名 然后基本上都是用权力和资本啊 捧起来的 这个我十分的认同 我真的是啊 我真的 袁腾飞大明白啊 你怎么什么都都不明白呢 但是一个明白人给你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真的是很可恨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其实他这个话题你要说假钱钱 你也可以放大来说 说一个群体 或者说另外一个人 谁呀 方方呢 方方不就是做邪的吗 方方就是如此啊 他如果没有权力 美国给的权力去捧他 他那个诺贝尔文 诺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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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日记是怎么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的 真的是文笔有多好吗 或者说他记录的有多真实 是这种情况吗 为什么袁腾飞不拿出来说呢 啊 权力和资本捧起来的 方方就是就是一个呀 而且方方成名之后 什么德国什么呃 德国那边给他评了个什么百大女性啊 什么玩意儿 还评一个百大女性啊 就这样的还百大女性呢 一个疫情还不清楚 一个很一个疫情还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哎 方方的疫情日记 方方日记就出来了 那写的也得有多快呀 你看清楚这个疫情到底怎么回事了吗 你看清楚这个疫情是怎么样解决的吗 那个人怎么解决不管 中国人好可怜啊 这个事情啊 外国人爱看百大女性了 评为百大女性之后有一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出来了 什么陈丹青啊 梁温道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公知来了 这不都是圈子文化吗 嗯 袁腾飞同学为什么不说一说这些东西呢 啊 袁腾飞为什么不说一说这些 是不是你跟方方的价值观比较接近 只要你跟你价值观接近的东西 你就党通发意啊 看起来我按正义啊 我不看那些啊 我讨厌圈子啊 等等等等 我不接触那个圈子 不接触这个圈子 结果呢 跟你价值观相近的啊 美国永远有好棒棒的那个价值观 只要是这种价值观了 你半个字都不会说呀 你半个字都不会说呀 啊 拿着别人那个什么龟头啊 什么什么啊 这个啊 什么 反正永远各种脏的话从袁腾飞嘴里能蹦蹦得出来 只要跟他价值观不一样 跟他价值观一样了 在圈子 在脏 在恶心 靠权力和资本捧起来 比如像方方这种人 他一个字都不会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袁腾飞招人讨厌 令人令人厌烦的一个原因啊 他整个视频 其实大部分内容我是赞同的 但是我我厌烦这个袁腾飞 他永远的就是啊 看起来他在喷那些党通发意 结果他自己最早最党通发意 方方这个事情 你见他听说过半个字吗 方方这个事情也多久了啊 多久了 为什么不说呢 为什么不说呢 价值观相近 党通发意的王八蛋是谁 他整段视频 最后的一段话才更有意思 最后一句话 说了句啊 一定要做做 一定要注意我们身后名 你又加带私货说谁呢 加带私货说谁呢 说说你自己吧 说说你自己吧 好不好 袁腾飞 刚才我说了这个事情如何解释呢 袁腾飞的粉丝们能解释吗 啊 说的没错 文人的圈子就是靠互捧 现在尤其是一种状况 靠权力和资本的捧 没错啊 确实是这样啊 没有人不让抨击啊 讲评论的女儿 这失忆出来 全国内的网站 新闻网站 论坛社区都在讨论呢 没有人不让人 没有人不让讨论这个事情啊 大家讨论抨击什么作协啊 像什么贾钱钱这种人 一样可以发布啊 一样可以发表啊 大家都可以说呀 这没什么问题啊 这言论上没什么问题啊 可是真正圈子互捧那个方方的事情 你们代表着言论自由 美国好棒棒的势力怎么不说一句呢 啊 是不是又想把作协啊 什么都变成公权力的一部分 抨击作协就跟抨击国家一样 国家不让说了吗 啊 按照你们的逻辑 按照袁腾飞的逻辑 那就是啊 国家和作协应该是一体的 如果是一体的 那价值观相近 都是维护这个政权呢 啊 维护这个政权之后呢 就就应该像的什么一样 就应该像你一样 我不发一声 也不让别人说话才是最正确的 你们不能骂贾钱钱 你们骂了贾钱钱就跟骂了这个政权一样 事实是这样吗 没有啊 大家都在讨论贾钱钱的事情啊 想骂的能骂 想说的能说都可以做 可是你们呢 天天言论自由的 大公知 美国好棒棒 信民主得永生的祸 你们评价一下方方 什么叫圈子啊 那个圈子都看在眼里了 好吗 尤其是最后那一句 那一句什么呢 啊 留取深厚名 你的名在哪呢 啊 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懂 对于圈子这个事情也了解 就就不说 就不说那把话说全了 就啊 挑自己爱爱 挑自己能够喷的那种话能说 真正实话 一句不往外露 这就是圆腾费 为什么招人讨厌 就是因为这个呀